哈喽大家好,我是二姐 今天做一个高颜值的小零食 比外面卖的还要好吃 100克低筋面粉过一下筛 加15克白糖 将它搅拌一下 再加入30克黄油 将它混合均匀 再低几粒香草精 加30克牛奶 继续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后下手捏成团 再将捏好的面团 分成两份 装入一个干净的袋子里 将它们擀开 擀成一个长方形的面片 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放冰箱冷冻4个小时 准备一小块白巧克力 将它切碎 装进一个袋子里 一块黑巧克力也是一样的 然后将它们放进温水里融化 一块奥利奥饼干 把里面的夹心去掉 饼干切碎 再准备一些果干切碎 我这里准备的是炒莓和杏仁 面片冷冻好了后将它取出来 然后切成长条 摆在烤盘上 烤墙预热后 170度烤25分钟 时间到了之后将它取出来 再将烤好的饼干 放进融化好的巧克力里面 粘一下 放在烤架上 表面再粘上切好的果干 还可以挤上巧克力 最后将它们风干就可以了 给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很漂亮 特别的香脆 一次做的多的话 可以放在蜜蜂的罐子里 想吃的话就赶紧试试吧 喜欢记得关注我哦 谢谢大家